讲完了我们收入的变动 我们再看利率的变动 对我们消费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我们跨期消费 消费者跨期收入 他和消费 他可以通过利率联系起来 你是借贷 那你就在你当前通过要借贷 进行更多的消费 你在未来就要支付更多的利息成本 如果你进行储蓄 那你这未来就获得更多的利息收益 所以它与利息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这意味着 实际利率的变动 它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跨期消费行为吧 我们知道现实中的情况是什么 消费者他可能在第一期进行消费 也可能在第一期进行借贷 但是我们为了简化处理 我们在这里只假设讨论储蓄的情况 我们来看怎么样 储蓄的情况 它如何在第一期只有储蓄的情况下 我们利率如何对我们的消费产生影响的 我们来看 假设实际利率上升 实际利率上升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预算线 它的斜率是负的一加二 那么利率的二的上升 它会导致我们的预算线是不是更陡 那么这个预算线更陡 它是怎么去陡的呢 在我们微观经济学中 讨论的是商品相对价格变动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预算线的 预算约束的变动 它是什么 要不是绕着我们这个 X1和X2 要不是绕着X1旋转 要不是绕着X2旋转 那么在我们讨论我们这个预算 跨期决策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旋转 或者说我们利率的变动 带来它斜率的变动 应该是怎么变动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 实际利率的上升 它会使得第一期消费减少 第二期消费增加 它就表现为 我们这样一条 这个预算约束 跨期预算约束 它必然要出现一个 更加陡峭的情况 但是它陡峭是怎么陡峭的呢 它是绕着无借贷消费组合 来进行旋转的吧 因为无论你的利率 是怎么样变动的 你必然有一个消费组合 你是不会影响到 或者说你无论你利率怎么变动 你都必然有一个消费组合 你在所有的利率下 你都会达到 是什么消费组合呢 就是无借贷消费组合 什么叫无借贷消费组合 就是我在第一期 全部消费完我第一期的收入 在第二期 全部消费完第二期的收入 它意味着 我在这两期之内 没有借贷行为 没有借贷行为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分配 是不受到利率的影响的吧 它就意味着 你任何利率下 我这个组合都能够实现 那么这样一个组合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里 Y1和Y2决定了这样一个点 这样一个黄色的点 我们新的预算线 就是沿着这样一个点 我们将它称之为A点的话 就沿着这样一个A点 进行逆时针旋转 进行顺时针旋转 顺时针旋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利率的上升 使得 我如果说第一期不进行消费 那我把这个钱全部存起来 我在第二期 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本利盒 从而意味着 我第二期消费的增加 相应的 利率的 实际利率上升 就意味着 如果说我第二期不进行消费 我拿第二期 提前支取 通过借 通过贷款的方式 花费的方式 提前消费 这意味着我在第二期 还钱的时候 我要还更多的利息 这就意味着 我第二期 要满足Y2的那个本利盒 我在第一期 什么 所能够借到的钱 会更少 才能在更高的利率下 偿还固定的Y2的本利盒 这就导致 我在第一期 所能够实现的 借带的钱就更少 从而带来什么 CE的下降 从而实现了 我们新的这样一个绿色线 表示的一个预算线 那么与我们 无差A曲线组 相交 相切 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E2点 E2点就可以发现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我们 C2的增加 C2消费量的增加 和CE消费量的下降 假设 这里是A点 假设我们经济 原来是 这个位置 E1位置 现在呢 在更高的利息下 变到了E2位置 就会有什么 C2的增加 和CE的减少 最终会体现出 这样一个效应 那在我们前面 讲我们 微观的消费理论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说 我们相对价格变动 所带来的我们这个 消费量的变动 可以分解为什么 分解为两种效应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仍然延续那个框架 尝试着也将我们 实际利率的变动 分解为两种效应 因为什么 因为实际利率的变动 其实本质上 它也是什么 它也能够表述为 两期消费的商品的 价格的变动吧 因为利率增高 利率增高 我同样的 在消费CE的情况下 我剩下的用于C2的消费 消费的钱就会增多 这变相呢 就等同于C2商品的 价格下降吧 它也可以变相的 去用什么 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表述 那么这种同样的机制之下 同样的可以归纳 为同样的机制之下 我们就可以用 同样的收入效应 和替代效应 或者说我们都可以 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这种模式进行分解 首先来看书中 给的收入效应的 含义是什么 它是说 利率的上升 使消费者未来收入增加 从而可以向 更高的无差异体现移动 并把收入的 并把增加的收入呢 分摊到两期消费中 而替代效应是 两期消费的 相对价格变动 造成两期消费量的变动 在T17储蓄的前提下 利率的上升 使第二期消费 相对于第一期消费 更加便宜 导致第二期消费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效应呢 我们来看 首先 从收入效应角度来看 我们利率的上升 在由于这个消费者 他是一个储蓄者的情况下 他必然会带来 他第二期会有着一个 S1加2的本利盒 利率上升就意味着 他在第二期 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他在满足 同样的第一期消费下 他在第二期 获得更高的收入 这就变相的 就等同于什么 变相的可以等同于 他第二期Y2的增加吧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它是变相的 等同于Y2的增加 这种利率上升 可以使他的近况 变得更好吧 因为我能保证 在我同样的 CE的消费力量之下 我通过储蓄行为 我能在未来 获得更高的Y2 它变相的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理解为我Y2收入的上升吧 在不影响 我当前第一期储蓄 跟消费的一个 比例情况下 等同于我Y2的上升 那么Y2的上升 根据我们前面讲过 在假设两个商品 都是消费品的情况下 又由于我们 这样一个消费平稳化 Y2的上升 就会平摊到 两个时期 商品的消费当中 对吧 也就是说 消费者会考虑 利率的变动 他会在想说 我利率更高了 我意味着 我现在存钱 我下个月 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干嘛呢 我是不是就会考虑说 我这个月 是不是可以多花一点 再多花一点 然后呢 保证 我下个月 花掉一部分本金 然后保证 我更高的利率下 我剩余的钱 花掉一部分 第一期的收益 多花掉一部分 第一期的收益 保证我 什么呢 保证我在更高的利率下 剩下的这些储蓄的钱 用于进行储蓄 剩下的这些钱 用于进行储蓄 能在第二期 仍然能够获得一个 比原来更高的一个本利盒 那么更高的本利盒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在第二期 也能够获得更高的消费吧 从而消费者呢 就希望 把福利的改进 分摊到两个时期 同时在两个时期 增加消费量 那么这种收入的效应呢 就会使消费者 他会想要在两个时期 消费更多 CE 也就表现为 CE的增加 以及 C2的增加吧 这个就是他的收入效应 那么替代效应呢 我们来看 消费 两个时期消费 相对价格的变动 所引起消费量的变动 我们前面讲过 利率的变动 能够让我什么 在保证 CE的消费量 不变的情况下 消费更多的C2 消费更多的C2 就变相的 等同于我C2 变相等同于 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我C2的价格下降 从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相对于CE来说 我C2时期 我第二个时期 所有的商品价格 都下降了一点 也就是说 相对于第一时期来说 C2商品变得更加便宜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消费者 他为了额外获得 一单位第二期的消费 他要进行 他会选择放弃 第一期的消费吧 因为他更加趋向于 消费更便宜的商品 然后去消费更多的量 从而这就必然要求 他要减少第一期的消费 更多的去进行 第二期的消费 这就是替代效应 那么这种替代效应 他在这里会使得 第二期消费量更多 第一期消费量更少 是不是就意味着 C2增加 CE下降 而前面是C2增加 CE也会增加 可以发现 我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是什么呀 同时增加了第二期的消费量 但是呢 我们实际利率上升 对于第一期的消费量 在两个时期 两种相应下 会有相反的影响吧 输入效应会增加 第一期的消费量 但是替代效应呢 会减少第一期的消费量 从而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我第一期的消费量的变动 不明确 它可能会增加 第一期的消费量 也可能会减少 第一期的消费量 那具体是增加还是减少 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相对的程度 如果说我收入效应 更强 那就意味着 我这两个 我第一期的消费量 就会增加 因为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 我增加的幅度 超过了下降的幅度 如果说替代效应更强 就意味着我增加的效应 小于我下降的效应 导致我第一期消费量的下降 那么第一期消费量的上升和下降 它变相就可以描述为什么 利率对于消费的刺激和抑制 或者对于储蓄的抑制和刺激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利率变动 对于我们整个消费 它的一个影响的分解 并且对于不同时期消费 它的一个具体的作用 在讲完我们对于消费均衡的影响之后 利率和收入对于消费均衡的影响之后 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呀 是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废学的跨期消费角色模型 它依赖一个非常关键的假设 它是消费者 可以在两个时期内进行借贷 在两个时期内进行借贷 它就会保证什么 保证了第一个 我在第一期我的消费和收入 它可以脱钩 它不需要 它消费不会对收入形成一个约束 同时在我们进行一个收入 或者说利率变动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能够实现 我们消费的平稳化 对吧 但事实上呢 我们借贷 它往往真实情况下 是不可能有这么 就是这么理想 或者说这么完美的一个情况的 实际的情况中 往往会存在着借款约束 那么这种借贷代不可能 我们就将它称之为借款约束 它是不能借款 使限期消费大于限期收入的一种情况 我们将它用变量来表示 就是Y1 C1小于等于Y1 意味着第一期的消费 必须小于或者等于第一期的收入 如果说经济中 我们现在不能借钱 对吧 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个时候 我的消费量 我不能通过借款 来突破我现在的收入量吧 那么在图像上呢 我们将这个C1小于等于Y1 表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图像上 它就会对我们原来的一个预算级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原来 我们的预算约束是这样一条线 这样一条黄色的线里边 所有的区域 黄色的线以坐标轴围成的 所有的这个三角形的区域 都是我们能够实现的 第一期和第二期消费约束 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组合 但是现在呢 由于我存在了借款约束 我导致我C1是不能大于我Y1的 就是意味着 我要沿着Y1做一条垂线 Y1右边的部分 我们要全部剔除掉 所有的部分我们都不能用 因为右边的这个部分 意味着我C1是大于Y1的 我们只能用左边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阴影部分的T型区域 图中阴影部分 显示了这两种这种约束的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组合 阴影区域既满足了跨期约算约束 又满足了借贷约束 它是在存在着借贷约束情况下 我能够实现的所有的这个满足跨期预算约束的一个消费组合点 CE和CR的组合点 那么这样如果说经济出现了这样一个借贷约束的情况下 我们对我们消费会有什么影响呢 肯定会有影响吧 因为我们的消费是依赖于我们预算约束 和我们无差异曲线的一个切点 那么现在出现了借贷约束 导致我预算约束 导致我预算约束线的形状 形态发生的变化 这就意味着我消费必然受到影响 那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会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 如果消费者希望第一期的消费小于当期的收入 这个时候借贷约束呢 是没有约束力的 它不会影响我们消费 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 这个消费者就不想在当期通过借贷的方式消费更多 这就意味着 他必然在当期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均衡点 就必然是位于 他的一个均衡点所带来的一个C1量 它就是小于Y1的 这就意味着 我沿着Y1 T数掉的那部分三角形区域 不会对我们这样 不会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均衡产生影响吧 因为我们均衡并不落在这样一个 T数掉的三角形区域上 三角形区域所代表的预算约束上 从而不会影响我们消费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消费者希望他第一期消费大于当期收入呢 也就是说他肯定希望通过借贷的行为 来满足第一期消费大于当期收入 那么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的借贷约束 那他必然什么 必然不能够实现他最初的目的吧 也就是说经济中 一开始消费者的均衡点在B点 他这个B点的实现是通过什么 通过借贷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借贷来实现 他的CE大于Y1 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经济中出现了借贷约束 导致什么 这个部分全部被拿掉 他不能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能够消费的最好的选择 就是完全消费掉第一期收入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拿掉了 那么我们拿掉了这个区域 消费者的B点不能实现了 他能怎么办呢 他很慌对吧 我怎么样去实现我的最想要的消费呢 要不我一点一点降我的消费组合吧 降我的无差距曲线 一点一点降到降 降到A点的时候 降到这条无差距曲线 与我们这样一个T型面积的一个顶点 相交的时候 相交在A点的时候 就是他在当前预算约束下 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消费量 在这个时候什么呀 我们可以发现 他全部消费了当期收入 不留 不留钱 用于未来收入 因为什么 因为消费者在这里本质上是希望 更加偏好于消费当期 他更加偏好于消费当期 而不偏好消费下一期应安 他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考虑去存款 去留在下一期消费 那么他在当期 他不能够通过借贷约束去什么 消费更多的时候 他就只能去选择 全部消费当期的情况 然后剩下的呢 留在第二期消费完第二期的收入 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况 他会对我们消费者的 一个消费的产生影响 好 那我们对上面这样一个消费的影响 进行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 通过对借贷约束的分析 可以得到两种消费函数的结论 对一些消费者而言 借贷约束没有约束力 两个时期的消费呢 他就取决于两个时期的收入的限制 有Y1加上Y2除以1加2 而对另外一些消费者来说 借贷约束是有约束力的吧 因为这些消费者 他可能本来就更加偏好于 这个消费第一期 所以他希望通过借贷来 进行增加消费 那么这个时候 产生借贷约束就会对他产生影响 那么消费者他只能选择 完全消费到第一期 然后呢 在第二期完全消费到第二期收入 即消费 限期消费只取决于限期收入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跨期消费决策 他出现借贷约束的时候的一个具体影响 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跨期消费决策 那他在我们这一章 在讲我们消费里面的时候 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他最大作用 去来自于这样一句话 叫做 消费者是往往预期 其在一生中的得到的资源为基础 来进行消费的 这个是他对于凯尔斯消费 当期消费取决当期收入 一个最大的一个进展 或者说突破 他认为什么 人们通过预期 人们会观察 或者说可以估计他在未来获得的收入 然后根据在未来获得的收入和现在 根据在未来 估计在未来获得的收入 以及在现在实际获得的收入 来进行什么 进行他消费的一个分配 这是他对凯尔斯 当期收入取决于 当期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 一个最大突破 而我们在后面 讲的所有的消费理论 大部分都是要建立在 跨期消费决策基础之上 跨期消费决策 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之上 提出来的 讲完了我们跨期消费决策 理论 我们就要在他基础之上 去考虑什么 去考虑我们经济学家 各自提出的一系列的消费理论 对于消费函数之谜的一个解释 首先第一个叫做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针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相对收入 一个消费函数之谜 对吧 也就是说针对我们前面提到的 存在着两个短期和长期 不同形态的消费函数 多森卑利呢 他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来解释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一个消费函数的 这个来源 他提出说 首先消费者会受到自己过去消费的习惯 以及周围消费学者的影响呢 来决定消费 从而消费是相对的决定的 按照他的看法来说 消费所得的收入在长期内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 因而长期消费呢 是从原点出发的直线 而短期消费函数则是一个正结局的曲线 也就是说 杜森卑利认为说 一个人的消费不是绝对的 他不是绝对的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的 而是什么呀 而是相对的去取决于他什么 他以前获得的收入 他在进行消费的时候 他不单去考虑他自己当前的消费情况 还会要考虑他他之前的一个消费水平 从而导致他的消费是相对决定的 而正是这种相对决定的消费情况 决定了什么 长期消费函数从原点出发的直线 短期函数呢 都是一个正结局的曲线 他认为说 从时间数列数列来看 依照人们的生活习惯 增加消费是很容易的 但是减少消费呢比较难 他提出 一向过着相当高生活水准的人 即使收入降低 多半呢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 而是会继续的维持住 相当高的消费水准 因此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但是不易随着收入减少而减少 那么在进行短期观察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 收入增加时 增加时低收入者的消费呢 会赶上高收入者的消费 但收入减少时 消费者的降低的水平是相当有限的 因此短期消费函数呢 它不同于长期消费函数 具体而言就是什么呀 当经济稳定增长的时候 消费为收入的固定比例 故而长期消费函数呢 就为CL等于β乘一个Y 但是在景气程度变动的时候 消费函数就具有不同的形态了吧 假设我们在原先收入为Y1的时候 我们的消费呢 为CE这个位置 但是当收入由Y1减少时 消费呢并不遵循CL的路径 也就是不遵循这个路径 而是什么 遵循CSE的路径变动 它会考虑到什么 它变成了等价于消费者会考虑到 它原来在CE的消费量 那在它收入减少的时候 它是不愿意去 对应的去减少 它的一个快速的减少 它消费水平的 因为它想尽可能的维持住 原来消费水平 从而就沿着一个 更加平缓的一个 斜率往下降 那么在CE这条路径上 我们会有什么 CE T1 也就是在CE这条路径上 随便找一个点 带来什么 CE T1除以一个YT1 也就是这里的位置 它要大于 CE除以Y1 短期的平均消费倾向 往往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增加 反之呢 当收入由Y 由YT1 增加到 恢复到Y1的时候 消费呢 从CT1 恢复到 CE的水平吧 短期平均消费倾向 随着收入的增加 而减少 通过相对消费理论 杜森贝蒂呢 就提出了 这样一个 能够保证 或者是能够带来 不同消费函数的一个 微观的一个基础 那么当我们再看 如果从CE进行 稳定的增长的时候呢 消费又回到了什么 CL BetaY的位置吧 消费与收入成固定比率 故而消费函数呢 为CL 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 实际上会有短期消费函数 与长期消费函数的区别吧 长期消费函数 CL就等于BetaY 短期消费函数呢 就为C等于C0 加上小C乘以Y 短期消费函数 就是凯恩斯提出的 绝对收入 假说的消费函数 但是呢 长期内 我们存在了一个稳定的 一个APC的 长期消费函数 那么杜森贝利呢 将这种短期消费函数 正结局的产生 它归应于 经济周期各阶段的 不同消费行为 它的理论的核心是 消费者 它会容易随着收入的提高 而增加消费 但是不容易随着收入的降低 而减少消费 以至于产生了 有正结局的短期消费 它被这种成为 这种情况呢 被称为几轮效应 也就是说 人们是根据 它过去的消费习惯 来决定当前的 导致当前消费难以减少 但是容易随着消费的增加 而增加 但是消费容易随着 收入增加而增加 也就是说 上去容易下移 下去难 这个就是几轮效应 想描述的一个含义 短期消费的函数呢 之所以有正结局 是因为消费者 在决定当期消费时 不能摆脱过去消费习惯 使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 以及过去的消费支出水平 这个呢 就是几轮效应 或者说 相对收入假说 所提出的几轮效应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两种形态的消费函数的解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以这样的几轮效应 为基础 我们来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一个几轮效应 如何去推导出 我们这样一个 两种不同形态的消费函数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 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呀 根据这个杜森贝对 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短期内 我们根据 这个短期内 我们这样一个 消费函数 它更多的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这个经济的波动 导致的一个收入下降 但是呢 消费不能下降那么厉害 用情况所带来的 这是杜森贝对 他背后所 隐藏的这样一个观点 他背后所 那他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在短期内 我们可能存在了一个 什么 潜在产出水平 那么但是呢 由于我们的经济 处于一个短期波动 大部分是处于衰退状态 导致我当前的Y 小于潜在产出水平 但是呢 我当前的Y 小于潜在产出的水平的时候呢 我人们他的消费量 仍然会考虑 以潜在产出水平的 消费量为参考 不愿意去过分地 降低他的消费水平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他所考虑的经济周期过程中 我消费量增加 他带来的一个 我收入量增加 带来的消费不会下降 他背后的一个消费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 在经济短期波动的 更多的是衰退情况下 我这样的一个潜在产出水平 就是这个人在短期内 所能够获得的一个 最高消费 最高收入水平吧 那么在分析完几轮效应 他所带来的一个两个 我们一个长期的 和短期的一个消费函数 他的图像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 这样一个几轮效应 他如何去构建出 我们想要的一个消费函数 我们知道 所谓的几轮效应 他就是指消费者 他在进行消费的时候 他的一个消费 不但取决于他当前的收入 还要取决于他 在过去所获得的一个最高收入 那么说 这就意味着 他的一个消费 必然是有一个什么 要依据Ymax来进行消费 那么他的消费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为 CT等于A0YT 加上一个A1Ymax 这个就是根据几轮效应 所得到的消费者 在短期内 他的一个消费函数的形式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一个消费函数中 他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 都取决于当期的一个收入 以及取决于什么 当过去的一个最高收入 然后呢 分别在当期的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间呢 各取一个权重来进行消费 不但表示 他的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 还表示 他的消费取决于过去的一个最高收入 那如果说我们让YT 等于Ymax的话 是不是就有一个CT 等于一个A0加上A1的Ymax A0加上A1的Ymax 从而可以发现 当我们的Y当期的收入 刚好是他的最高收入的时候 那他的消费就除在 我们这样一条 这个远点出发的一个直线上 那么如果说他的Y YT小于Ymax呢 那么可以发现 他只一部分取决于 他在当期YT的收入 还有一部分呢 他取决于Ymax的收入 所以说他必然要沿着 这个Ymax跟这个C的一个点 做一条不那么倾斜的一个直线 表示他的短期内 他的消费函数 是如何随着Y下降 而体现着他的短期消费 如何随着Y下降 而下降的一个趋势 好 那么我们发现 这样一个短期的消费函数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CT如果除以一个YT 它就等于什么呀 A0加上一个A1乘一个Y max除以YT 这样一个式子 有什么样的性 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在短期内 一个人的Ymax 它必然是不变的吧 它必然是一个固定的值 那么说随着YT的增加 必然有CET除以YT 它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短期内 我的一个平均消费倾向 它是一个下降的 下降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 基于我们几轮效应的 一个短期消费函数 一个短期消费函数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短期消费函数 是这样一个 不那么倾斜的一个直线 那么说长期的消费函数 我们知道 它是由远点出发的一条直线 对吧 那么这个长期的消费函数 我们怎么去获得呢 我们来看 这是Ymax 这是C 前面我们得到了 短期的消费函数 它等于A0的一个YT 加上一个A1的Y Max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认为长期内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根据杜森贝利 它的观点 长期内 收入是要增长的 它假设 收入以G的速度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我们 长期内 我们YT 它要等于 我们的一个 1加上G的Y T减1 长期内 我每一期的收入都是 都是要在过去一期的收入上 增长 G 这样一个速度 从而意味着 每一期的收入 都是过去收入的 1加G倍 这是下标T减1 好 那么说 我们每一期 我的长期收入 是如何界定的呢 杜森贝利认为 我们每一期 长期收入 长期内 收入增长的基础 就是 上一期 收入 的 1 max 你每一期 你的收入增长 都是在你上一期 所获得的最高 收入基础上增长的吧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 你的上一期 你的这个收入增长的基础 不是上一期的最高收入 那很有可能 你这一期收入的增长 并没有超过上一期的 上一期的最高收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没有所谓的 长期内收入增长的情况 你想要保证 你收入增长 那必须保证 你的收入 是在上一期 最高收入的基础上 再提高一定的档次 其实这个 我们也可以怎么 怎么直观的去 从侧面去了解呢 比如说 我们在短期内 我们知道 我们的收入 长期内 始终是处于一个 Y bar的水平吧 它表示我们能获得的一个潜在收入水平 那么说 可能短期内出现各种 冲击 导致我短期内 我的消费收入 小于 Y bar 对吧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Y bar 就是我们在长期内 或者在短期内 能够获得的最高收入 那么想要 表示长期内收入增长 那必然是Y bar 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垂直线 它的一个向右移动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在各个向右移动的情况下 都有一个对应的短期的收入情况 不会超过它 大家可以用我们前面所学的一个短期经济波动中的一个衰退的一个例子 衰退的例子 去侧面去理解这样一个收入增长 它的一个含义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Y max 就理解于我们短期内的一个充分的那个自然产出水平 或者说潜在产出水平 它就是我们整个经济中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收入水平 对吧 那么说我们经济在大部分处于一个消贴的状况下 那我们Y bar就是我们的一个Y max 那我们表示长期增长 我们在我们的增长理论里边有学过 那么这个长期增长不就是我们的一个 Y bar 或者说潜在产出水平的一个增长吗 好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分析到这里的时候 就有 我们分析到这里 就有什么 就有Y或者说就有CT等于一个C0YT加上一个A0YT加上一个A1Y max 而这个max我们又可以把它表示为 它可以表示为YT的一个1-1加G 因为我们这里的YT-1它就可以等于Y max 上一期的收入的上一期用作增长的收入的基础 可以看作是上一期的最高收入 从而我们就有长期内 我们的在长期内 由于存在的收入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就有CT等于A0YT加上一个1加上G的一个A1YT 从而就有A0加上一个A1除以1加GYT 这意味着在长期内存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一个消费 与我们的一个收入 存在一个正向关系 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正向关系 它就表现为从远点出发 向右上方倾斜的这样一条直线 上面任何一个点 就是我们每一期这样一个最高收入 每一期最高收入与我们这样一个消费之间的关系 长期内消费的关系 从而我们就有什么 有两个不同的消费函数 对应的就有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一个消费曲线的形状 这个就是我们几轮效应 它所想表达的含义 书中对于几轮效应的解释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地给大家做雷定的补充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我们这里几轮效应 它背后所体现的两个消费函数 它具体的一个形式 从这两个消费函数的具体形式 就能够得到我们真正的 或者说完全的一个 两个消费曲线的一个形式 要注意的是 得到这两个消费函数的形式的时候 短期内我们要严格遵照着什么 Ymax我们要参与到消费函数的一个 消费决策或者消费量的一个决定中 也就是说Ymax要进入到消费函数 第二个在长期内我们要基于什么 长期内我们收入有着增长的特性 并且收入增长这个特性 它会带来的什么 收入增长 它是基于上一期最高收入进行增长的 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然后我们将这样的特性 再带入到我们短期的消费函数中 来表现出长期的一个增长趋势的情况下 我们消费量的决定 就会发现存在的这样一个 长期的消费函数 这个是我们去理解 杜森贝利的一个几轮效应的一个基础 好 感谢观看